哈利波特与魔法师 第四章 钥匙保管员 哄,又是锤门声 达利惊醒了 什么地方在放炮? 达利迷迷糊糊地说 他们背后又是哗啦一声响 辅农姨父抱着一只来副枪 连滚带爬地跑进屋 这时他们才明白 他那细长的包裹里原来是什么东西 门外是什么人? 他喊道,我警告你,我有枪 外面静了一会儿 然后咔嚓 门从荷叶上脱落下来 震耳欲聋地哗啦一声 门膀摔在地上 门口站着一个标形大汉 他的脸几乎完全被蓬乱的长发 和纠结的浓密胡须掩盖了 但你仍能看见 他那对像黑甲丛似的眼睛 在头发下闪闪发光 巨人好不容易才挤进屋来 他拱着腰 这样 他的头刚刚擦着天花板 他弯腰捡起门板 轻而易举地 就把门装到了门框上 外面的风暴声减弱了 他转身看着大家 能给咱来杯热茶吗 走这么一趟可真不容易 他大步走到沙发跟前 达力坐在那里吓傻了 喂 让点地方吧 以这个傻大个儿 巨人说 达力尖叫着跑过去躲到母亲身后 他母亲吓得蹲在扶农姨父背后 这就是哈利了 巨人说 哈利抬头看着他 那张凶狠粗野 面貌不清的脸 他那对甲克虫式的眼睛 眯起来 露出一丝笑容 上次见到你 你还是个小娃娃 巨人说 你很像你爸爸 可眼睛像你妈妈 弗农姨父发出一声刺耳的怪叫 我要你马上离开先生 他说 你这是私闯民宅 哦 住嘴德斯利 你这个大傻瓜 巨人说 他隔着沙发把枪 从德斯利手里抢过来 轻轻一撅 晚了一个结 把它扔到屋角 仿佛这支枪是用橡皮做的 弗农姨父又发出一声怪叫 好像一只老鼠被人踩了 不管怎么说 哈利 巨人转过身来 背对着弗农姨父 祝你生日非常愉快 我这里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有的地方我可能压坏了 不过味道还是一样 他从黑外衣内带里 取出一只稍稍有点压扁的盒子 哈利用颤抖的手将它打开 这件盒子里是一个黏糊糊的 巧克力大蛋糕 上边用绿色糖汁写着 祝哈利生日快乐 哈利抬眼看着这个巨人 他本来想向他致谢 可是话到嘴边却不见了 他脱口说出 你是谁 巨人咯咯地笑起来 说真的 我还没向你做自我介绍呢 鲁伯海格霍格沃茨的钥匙保管员和猎场看守 他伸出一只巨手握住哈利的整只胳膊 哦 茶怎么样了 他搓着手说 如果有茶 在遇到比你强的人面前 就不要说没有 记住 他的目光落到空空的颅壁子上 那上边只有揉成一团的包装袋 他横了一声 朝壁炉弯下腰 谁也没看见他做什么 但是当他随即退回来的时候 那里已是炉火熊熊 潮湿的木屋里火光摇曳 哈利感到周身暖和起来 仿佛跳进了热水池 巨人又坐回到沙发上 沉重的身躯把沙发压得直往下塌 他开始从外衣口袋里掏出各式各样的东西 一把铜壶 一包鸭扁的香肠 一只薄火钳 一把茶壶 几只缺口的大杯子 和一瓶琥珀色的液体 他先喝了一大口那种液体 然后开始泡茶 小屋里随即充满了烤香肠的香味 和丝丝的声音 在巨人忙活的时候 谁也没有吱声 但是当他把第一批烤好的 柳根粗粗的 油汪汪的 稍稍有点焦的香肠 从薄火前上拿下来时 达利有些坐不住了 弗农姨父立声说 达利不准碰他给你的任何东西 巨人拉下脸轻蔑的一笑 你这个呆瓜儿子 用不着再长镖了 德斯里 你放心吧 他把香肠递给哈利 哈利早就饿极了 他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但他始终无法将目光 从巨人身上移开 最后他看 不会有人出来做任何解释 于是问 对不起 可我真的还是不知道您是谁 巨人喝下一大口茶 用手背擦了擦嘴 哦 就叫我海格吧 他说 大伙都这么叫我 我刚才对你说过 我是霍格沃茨的钥匙保管员 当然 霍格沃茨你总该知道吧 嗯 我不知道 哈利说 海格显得很吃惊 对不起 哈利连忙说 对不起 海格吼叫起来 掉过头瞪着德斯里夫妇 他们俩吓得躲到暗处去了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他们 我知道你没有收到那封信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你竟然不知道霍格沃茨 我的天哪 难道你从来没想过你父母是在哪里学会那一切的吗 一切什么 哈利问道 一切什么 海格大喝道 你等等 他一跃而起 火冒三丈 似乎整个小屋都被他庞大的身躯填满了 德斯里夫妇吓得贴着墙瑟瑟发抖 你们的意思是告诉我 他朝德斯里夫妇咆哮的 这孩子 这孩子对什么都不知道吗 哈利觉得他这么说也未免太过分了 他毕竟还上过学 而且成绩也不坏 有些事情我懂 哈利说 比如我会做算术之类的功课 可是海格朝他一摆手说 我是说知道我们的世界 你的世界 我的世界 你父母的世界 什么世界 海格看起来简直要爆炸了 德斯里 他大吼一声 伏农一副面色煞白 嘀嘀咕咕不知小声说着什么 海格怒冲冲的瞪着哈利 你总该知道你父母的事吧 他说 我是说他们很有名气 你也很有名气 什么 我的 我爸妈没有名气 不是吗 哦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用手指拢了拢头发 用困惑不解的目光盯着哈利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他终于说 伏农一副突然开口说话了 住嘴 他命令说 不要再说了先生 我不准你对这孩子讲任何事 即使比伏农一副更勇敢的人 在海格暴跳如雷 对他怒目而逝的时候也会不寒而栗 海格说话时 每一个字都因愿怒而颤抖 你就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没有告诉他邓不利多留给他那封信的内容 我当时在场 我亲眼看见他留下了那封信 德斯里 德斯里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瞒着不告诉他 瞒着什么不让我知道 哈利急不可耐地问 住嘴 我不准你说 伏农一副惊慌失措 大喊大叫起来 佩妮姨妈吓得上气不接下气 哦 气死你们 把你们两个通通活活气死 哈利 你是一个巫师 小屋里鸦雀无声 只听见滚滚的掏声和狂风呼号 我是什么 哈利喘着气说 一个巫师 当然 海格说着 坐回到沙发上 沙发又嘎吱嘎吱响得更厉害了 我相信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培训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巫师 你有那样的父母 你怎么可能不是巫师呢 我想现在该是你看这封信的时候了 哈利终于伸手接过一个淡黄色的信封 上边用翠绿色墨水写着 大海 礁石上的小屋 地板上 哈利波特先生说 他抽出信读了起来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校长 阿布斯邓布利多 国际巫师联合会会长 梅林爵士团一级大魔法师 威森加魔首席魔法师 亲爱的波特先生 我们愉快地通知您 您已获准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读 随性附上所需书籍及装备一栏表 学期定于9月1日开始 我们将于7月31日前 静候您的猫头鹰带来您的回信 副校长米勒娃麦格井上 哈利的问题像烟花一样 在头脑里纷纷爆裂 他一时拿不定该先问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静候我的猫头鹰是什么意思 狂奔的戈尔弓啊 哟 我想起来了 海格用足以推倒一匹撞马的力量 拍了拍他的脑门 又从外衣的另一个内带里 掏出一只猫头鹰 一只真的活蹦乱跳 羽毛竖起的猫头鹰 一只长长的羽毛笔 和一卷羊皮纸 他用牙齿咬着舌尖 匆匆写了一张字条 哈利倒着看见 字条上写道 亲爱的邓布利多先生 已将信交给哈利 明天带他去购买他要的东西 天气糟透了 祝您安好 海格 海格将字条卷起来 让猫头鹰掀在嘴里 走到门口 把猫头鹰放飞到暴风雨中 随后他又回来坐下 仿佛这一切像打了一个电话一样平常 哈利发现自己一直张着嘴 连忙把嘴闭上 我说到哪了 海格说 这是福农姨父突然移动到火光照亮的地方 脸色依旧惨白 显得很生气 他不会去的 他说 海格哼了一声 我倒要看看你们麻瓜们像你这样的大笨蛋用什么办法阻拦他 他说 你们什么 哈利好奇的问 麻瓜 海格说 这是我们对像他们这类不相信魔法的人的称呼 不幸的是 你竟然在这么一个不相信魔法的家庭里长大 我们收养他的时候就发过誓 要制止这类荒唐事 福农姨父说 发誓要让他与这一切一刀两断 什么巫师 哼 您早就知道了 哈利说 您早就知道我是一个一个巫师 老早就知道 佩妮姨妈突然间的嗓子喊了起来 老早就知道 我们当然老早就知道 我那个该死的妹妹既然是 你怎么可能不是 哦 她就是收到同样的一封信 然后就不见了 进了那所学校 每逢放假回来 口袋里装满了癞蛤蟆蛋 把茶杯都变成老鼠 只有我一个人算是把它看透了 十足一个怪物 可是我的父母却看不清 整天历历长历历短 家里有个巫婆 他们还美滋滋的 她停下来喘了一大口气 接着又喋喋不休的讲起来 看来这些话 她已经憋在心里很多年 一直想一吐为快呢 然后她就在学校里 遇到了那个波特 毕业后他们结了婚 有了你 当然 我也知道你会跟他们一样 一样古怪 一样一样不正常 后来 对不起她走了 把自己炸死了 我们只好收养你 哈利的脸色变得煞白 等她能说出话来时 她立刻说 炸死您对我说过 他们是遇到车祸死的 车祸 海格咆哮起来 她一跃而起 火冒三丈 吓得德斯里夫妇 又躲到他们的角落里去了 车祸怎么会伤害莉莉和詹姆波特 这是污蔑 是诽谤 我们世界里的每个孩子 都知道哈利的名字 而她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可这是为什么 出了什么事 哈利急不可耐地问 海格脸上的怒气消了 他突然显得焦虑不安起来 我从来没料到会是这样 他用低沉的焦虑的声调说 邓布利多对我说过 找你可能会遇到麻烦 因为有许多事你不知道 哦 哈利 我不知道由我来告诉你 是不是合适 不过总得有人告诉你 你不能一无所知就去霍格沃茨上学呀 他鄙夷地朝德斯里夫妇扫了一眼 好 我来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不过我不能告诉你事情的全部 因为有很多事情还是一个谜 他坐下来朝炉火看了一会儿 然后说 我想 我从一个叫 不过你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真叫人不能相信 我们的世界里人人都知道 谁 好 除非万不得已 我不想提他的名字 没有人愿意提 为什么不愿意提 贪吃的怪兽滴水嘴哈利 人们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呢 哎呀 难哪 当时有一个巫师 他后来变坏了 坏透了 坏的不能再坏了 他的名字叫 海格咽了一口唾沫 可还是说不出一个字来 你能写出来吗 哈利提醒说 不行 这个字我不会拼 好吧 他叫福蒂摩 海格打了个韩战 别再逼我重复他的名字了 总之这个这个巫师 大概二十年前吧 他开始为自己找门徒 他也找到了一些人 他们有些是因为怕他 有些是想从他那里学到些法力 因为他的法力在一天天变强 好了 那段日子可真是黑暗啊 哈利 你不知道应该相信谁 也不敢跟陌生的巫师交朋友 还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 他接管了我们这个世界 当然有些人反对他 他就把他们都杀掉了 太可怕了 当时唯一安全的地方 就只有霍格沃茨 那个神秘人最害怕的 就是邓不利多 他横数不敢动那所学校 至少当时是这样 现在来说说你的父母吧 他们是我知道的最优秀的巫师 他们当年在霍格沃茨 还分别担任男女学生会的主席呢 叫人弄不明白的是 当初那个神秘人 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拉到他那边去 也许他知道他们和邓不利多很亲近 不想与黑魔势力有关系吧 也许他认为他可以说服他们 也许想干脆把他们干掉 大家都知道 十年前的万圣节前夕 他来到你们住的村庄 当时你只有一岁 他来到你们家就...就... 海格突然掏出一块污渍斑斑的 脏得要命的手帕 醒了醒鼻涕 那声音响得像在吹雾角 对不起 他说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认识你的父母 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人了 不管怎么说 神秘人把他们杀了 他也要杀你 也许是想斩草除根吧 可是叫人弄不明白的是 他没有杀成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 你脑门上那道伤疤是怎么来的吗 那不是一般的伤疤 那是一道很厉害的魔咒留下的 那道魔咒杀了你的父母 毁了你的家 可是碰到你身上却没有起作用 于是你就因为这个出名了哈利 只要他决定要杀的人 没有一个躲过劫难 只有你大难不死 他杀掉了当时一些优秀的巫师 比如麦金龙夫妇 伯恩斯夫妇 普威特兄弟俩 你是唯一大难不死活下来的人 哈利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非常悲惨的景象 当海格的故事就要讲完的时候 那道耀眼的绿光突然闪现 比他记忆中任何一次都更加清晰 他又想起另外一些事 平身第一次听到一阵响亮阴冷凶残的笑声 海格难过的看着他 我奉邓布利多之命 亲自把你从那栋被毁的房子里抱了出来 送到这伙人这里 胡说八道 伯农姨父说 哈利跳了起来 他差一点忘了德斯里夫妇还在这里 伯农姨父显然恢复了勇气 他紧握双拳 对海格怒目而视 小子现在听我说 他咆哮起来 我承认你身上有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好好揍你一顿也治不了 至于你父母 我只能说他们都是怪物 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是说 这世界上没有他们更好 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整天跟巫师混在一起 我早就知道 他们迟早要吃苦头 伯农姨父正说着 海格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 从外衣内带里掏出一把粉红色的破伞 他像拿着一把剑那样 用伞指着伯农姨父 我警告你德斯里 我警告你 敢再说一个字 伯农姨父怕被这大胡子巨人的伞头戳伤 又泄气了 紧贴着墙不再说话 这样才好 海格说着 大口喘的气坐到沙发上 这回沙发整个塌到地板上 哈里还有许多问题 成百上千的问题要问 可是福 对不起 我是说 那个神秘人后来怎么样了 我问得好哈里 他不见了 失踪了 就在要杀你的当天夜里 这一来就让你的名气更大了 这也是最让人弄不明白的地方 你看 他的法力越来越强 他为什么要走掉呢 有人说他死了 我认为纯粹是胡说八道 他身上恐怕已经没有什么人性 所以他也不可能死去 有人说他还在这一带等待时机 可能吧 但我不相信 原来支持他的人都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有些人已经从噩梦中醒了 如果他还会东山再起 他们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还在这一带 不过已经失去了法力 已经虚弱的成不了气候了 因为你身上具有的某种力量 把他毁了哈里 那天晚上肯定发生了一件他没有预料到的事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不过你身上具有的某种力量使他受挫了 就是这样 海格用热气而从敬的目光注视着哈里 但哈里并没有感到高兴和自豪 相反 他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一个巫师 他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巫师呢 他一直在达里的殴打 和佩妮姨妈福农姨父的凌辱下偷生 如果他真是一个巫师 那么当他们要把他锁进储物间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没有变成哥哥大大的癞蛤蟆呢 如果他曾经打败过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师 那么达里为什么能像踢足球那样 把他踢得到处乱跑呢 海格 海格 他轻声说 我想您一定搞错了 我想 我不可能是一个巫师 哈里很吃惊 海格居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不是巫师 你害怕或生气的时候 就从来没有事情发生过吗 哈里看着炉火 开始思索 每件惹的他姨父姨妈对他大发雷霆的怪事 都发生在他 哈里 情绪不好 或是生气的时候 被达里一伙追打的时候 他总有办法让他们追不着 他正未剪成可笑的发型上学发怵 可他又让头发恢复了原样 而最近一次达里追打他的时候 他不是在不知不觉中 就对他进行了报复吗 他不是放出一条巨蟒去吓胡达里了吗 哈里回过头来对海格抱一一笑 发现海格也朝他露出了笑脸 明白了吧 海格说 哈里波特不是巫师 你等着瞧吧 你会在霍格沃茨名声大噪的 但弗农姨父也不甘心就此罢休 难道我没有对你说过他不去吗 他尖着嗓子说 他要去上十强中学 他会感激我的 我看过那些信 要他准备一大堆无用的东西 像咒语书还有魔杖什么的 如果他真想去像你这样不相信的大傻瓜 是拦不住他的 海格咆哮的 主持莉莉和詹姆波特的儿子上霍格沃茨 你这是疯了 他一生下来 他的名字就入了霍格沃茨的名册 他要进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魔法学校 七年之后他会面貌一新 他要和跟他一样的孩子在一起 换换环境 还要在霍格沃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校长 阿布斯邓布利多的教导下 我绝不花钱让一个疯老头子 一个大傻瓜去教他变戏法 扶弄一副大吼起来 不过这次他确实太过分了 海格抓起他的伞在头顶上绕了几圈 怒吓道 永远不准在我面前侮辱阿布斯邓布利多 他用伞嗖的一声在空中挥了一下 然后直指达利 呼的一道紫罗蓝色的赏光 一声鞭炮式的响声 一声尖叫 接着达利就用双手捂住他肥胖的屁股 疼着直蹦哇哇乱叫 当他把身子转过来背朝他们时 哈利看见一根卷取的猪尾巴 从裤子的破洞里伸了出来 扶弄一副一边吼叫 一边把佩妮姨妈和达利朝另一间屋脱去 他最后用恫恶的目光瞪了海格一眼 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 海格低头看了看伞 捋了捋胡须 我不该发火 他懊恼的说 不过还是没有成功 我本来想把它变成一只猪 只是也许它已经太像猪了 所以用不着再去变什么了 他从浓密的眉毛下 斜瞟了哈利一眼 要是你对霍格沃茨的任何人 都不提起这件事儿 我就谢谢你了 他说 我严格的讲我不能施魔法 只有在找你或给你送信的时候 才准许我用一点 这也是我热心接下这个工作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不准您施魔法呢 哈利问 哦 是这样 我自己也在霍格沃茨上过学 但是实话对你说 我 被开除了 我当时上三年级 他们决断了我的魔杖 其他东西都没收了 可邓布利多让我留下来看管猎场 他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 你为什么被开除 时间太晚了 明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海格大声说 明天一早还要进城给你买书什么的 他脱下黑色的厚泥外衣扔给哈利 你就盖着这个睡吧 他说 要是有什么东西乱动 没关系 我想 有个口袋里好像还装着两只睡鼠 也不是很厉害 看你 有这个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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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